而接下来民生消息 首先要告诉您 很多泡面在外包装上面 印着大块的牛肉 但是看得到却吃不到的情况 以后不能再出现了 行政院消保会今天公布了新规定 泡面里面如果没有蒸的牛肉块 就不可以叫做牛肉面 只能够叫做牛肉汤面 而且不管是鲜虾面还是排骨鸡面 也都同样要比照办理 撕开泡面纸盖 到处调味包 有胡椒粉 干燥胡萝卜和葱 而牛肉却只有这么一小块 比一块钱的硬币还要小 以后这类的牛肉面的泡面 按照规定只能叫做牛肉汤面 最少你是不能够小到 那种像调味料一样的小 那么小的绝对就是一个味道而已 绝对不能称之为什么肉面 实际的内容物跟纸盖上的 牛肉面图片大不相同 因为落差太大 行政院消保会和泡面业者 开会达成共识 也要泡面外包装的图片产品名称 应该和内容物名食相符 没有牛肉块就不可以称为牛肉面 另外外包装上标有图案仅供条理参考 实际内容参见标示的字样 以后也必须放大四倍 让消费者能一目了然 面对这样的规范 业者表示将按照消保会的决议 我们基本上就是会遵照这个消保官 或者是卫生署这边 他们要求就是包装要民服其时 然后民食相符 这样子的一个前提之下 那我们会尊重法律的规范 不仅是牛肉面 其他泡面像是新虾面和排骨鸡面等 也都必须比照办理 而这项决议将交由卫生署来公告执行 但考量到外包装更新和库存问题 一则卫生署将和业者沟通后 再公布实施日期 最快明年年初应该就可以上路 不过这项决议现阶段无法可罚 所以未来只能等立法院定出新法 来强制规范业者来执行 记者陈小青 陈昌伟台北报道